歡迎收看東網點評,我是奇哥 內地近年有幾個大學生因為電腦軟件問題向軟件公司提高 雙方拉鋸近兩年後,最終經法院調解軟件公司同意向幾個大學生賠償 究竟軟件出現了什麼問題令雙方拉鋸了兩年?一起看看 華東政法大學學生下載防毒軟件後發現自己的電腦裡被捆綁安裝另外兩款軟件 於是聯同四名同學與防毒軟件開發公司展開近兩年的拉鋸戰 在案件審理過程當中,防毒軟件公司不再捆綁用戶下載軟件 用戶在下載安裝時可以自主選擇是否安裝其他程式 日文網評論文章指,使用過智能手機或電腦的人 大多數都試過在電腦或手機裡預裝太多軟件 而且多數不能射載或難射載 這些軟件既佔用的液體,亦有可能降低運作速度 使用起上來十分不方便 雖然上述的案件已調解方式結案 但足以證明消費者贏了官司 而商家強行捆綁安裝軟件的行為被予以否定 為此有關部門亦有必要出台相應的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 向捆綁安裝軟件的行為說不 在數碼化時代,手機和電腦都是民眾工作生活離不開的工具 捆綁安裝軟件行為侵犯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當消費者打開新機,便發現許多預裝軟件 或自行安裝某個軟件後,又被強行安裝其他軟件 過多地預裝軟件為消費者帶來許多不便 部分軟件還存在強行推送廣告 獲取個人資訊等的違規行為 評論認為,預裝軟件越多 對消費者權益侵犯就越嚴重 尤其是難以卸載或不可卸載的軟件更是讓人忍無可忍 如果消費者選擇維權,所付出的時間和金錢成本過高 好多人亦沒有能力和有住專業團隊的公司對抗 導致有關企業利用技術作惡的行為一再發生 甚至成為所謂的行業慣例 根據內地的網絡安全法 任何個人和組織發送的電子信息提供的應用軟件 都不得設置惡意程式 而那些難以卸載的軟件或捆綁安裝的其他軟件 大多數都設置了惡意程式 為了更好維護消費者權益 相關部門應該將現有的規例 擴展到電腦軟件等所有軟件行業 並以嚴格的執法 以此確保消費者能夠撤殺行使選擇權 今集都網點評時間差不多了 再會